回想人生中的不同阶段 从小学到大学 以至事业、家庭、迁徙或移民 到认识耶稣 都不是偶然 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安排 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每一步都可见证上帝的预备 三千五百年前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 发出呼喊时 上帝已经预备了拯救以色列子民 离开埃及的领袖摩西 当摩西出生时 正当法老要把所有以色列婴孩 丢在河里的时期 幸好他母亲把他藏在箱子里 放在河边卢迪丛中 后来竟然被法老的女儿收养 更巧的是 请到了摩西的母亲做奶妈 摩西在埃及王宫中长大 正好预备他日后 做领袖需要的学士和技能 其后摩西杀死了埃及人 因为害怕而逃到米店矿野 他在那里娶妻生子 在旷野牧养四十年 正好提供最合适的环境 让神去培养他 有刚强勇敢的性格 准备领导以色列人旷野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上帝预备摩西的家人来帮助他 尤其是他的岳父 为他提供领导技巧 而他的哥哥亚伦 则成为他有力的帮助 其实今天上帝 也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中 做了各方面的预备 首先 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 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得着他儿子的名分 他也安排人 在适当的时候 向我们传福音 使我们认识他 并且参加教会 又赐圣灵 帮助人侍奉他 另外 上帝也为个人 预备成长的环境 和帮助我们的人 这些环境 可能是学校 家庭 或社区 有时候不如意 甚至十分恶劣的环境 竟然最能够磨练 我们的性格和才能 为日后的人生旅程 做准备 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你为以色列人预备摩西 做他们出埃及 在旷野旅程的领导 成为上帝救恩的历史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天父 我感谢你 使我自童年 便有机会 透过父母 学校和教会认识你 回顾这个信仰的历程 对我人生 对我人生有决定性的影响 感谢主 使用我人生旅程上 遇到的人 不论是父母 老师 或朋友 在适当的时候 给予我指导 多则 或安慰 这都成为我人生 很重要的帮助 天父 我以往人生的路 不是全部都平坦 但崎岖的路 也正是你给我的磨练 使我学习忍耐和倚靠你 正如你所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的道路 天父 我把今后的人生 交托在你手中 以你为我的主 恳求你带领 使我敬畏 顺服 和侍奉你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朋友 祷告时刻 自五月初开始 鼓励大家 在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用email 与我们分享 你需要带导的事情 大家一起带导 愿神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